台湾反驱攻女子射箭代表队 六月初站射箭世界杯巴黎站 为我国夺下金牌 让中华民国国旗歌响彻赛场 但代表队7月13号搭机前往哥伦比亚迈德林 途中经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 没想到人都到目的地 行李却迷航还没到 我们当然会担心说 如果说器材跟行李没有抵达目的地的话 选手会没有器材使用 目前只有未均衡的器材没有到达 总教练林正贤表示 已经拿回7个选手的工箱 只差男子选手未均衡的还没有到 除此之外 桌有选手比赛团体服装及用品的行李 目前也全部漂泊在外还没找到 根据了解 每位选手出国比赛都会携带两把弓 每架弓10万元起跳 加上望远镜等设备和器材 行李总价达新台币200万元 整个外交部跟体育署都协助了解情况 那也都有在帮忙的协助处理 透过这里的大会的工作人员 甚至是饭店的工作人员 都很积极地在报名联络行李的事情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还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协助 各界积极协助 就是担心选手受到影响 也因为行李和工箱延误抵达 选手在当地前两天 只能进行体能与重量训练 总教练甚至一度做好 无法参赛的行李准备 索性工箱陆续抵达 目前希望17号能顺利解决 找回所有工箱和行李 让选手放下心中大石头 不让为国珍光的这一刻 有任何闪失 新新闻综合报道 了解决续抵达 进行李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